好,各位晚上好客,我叫Thomas Liao 在非公司,很多人都叫我老师 叫我梁老师,或者是梁sir 为什麽呢?其实是和我的职业有关 最主要我从事了金融业超过30年 另外,我有个身份,我的career prover 我有两个学位 一个是美国工商管理的碩士学位 一个学位是欧洲工商管理的博士学位 我现在从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旧部的企业培训师的工作 还有我现在在做中国注册理财策博士的导师 我还有个身份,所以Vincent说太多了 不要介绍了 我还有个身份是什麽呢? 我和刚才的职业是牛马不及相丰的 我是一个拉丁舞的老师 好了,我先讲讲 在2019年至2022年 大家知道发生什麽事 好了,这四年疫情的问题 在我的收入之前,我是六位数字 但是这个疫情之后 这六位数字 其实问题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什麽呢? 你知道,不能够面售 亦都不能够去港货 在北上 收入不是跌了很多 后面没有了两个零 很厉害的 两个零 你看,多重要 好了,我在想 究竟有什麽行业 究竟可以找回我这种东西 和没有影响的呢? 我一直思考 直到在去年2023年的10月 我被非公司一位朋友 即是我现在的伙伴 邀请了我去巴黎一个旅游 我看到一件事 但是因为我是讀书仔 为什麽这个旅行 会有这麽多医生 专业人士 和老板 都愿意上台分享呢? 其实很奇怪 医生是很专业的 为什麽会做呢? 那我就回去研究 因为我是讀书仔 回到很多倩文 看很多章情 我看看Kim Huy是谁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做金融行业 你不知是谁叫巴菲特 那你不要告诉他 你做金融行业 如果你是中国电商 你不懂得马云和马化腾 你不要告诉他 你做电商 还有一个事情 现在领军人物是谁? 比亚迪是王福泉先生 还有现在小米最流行的是谁? 雷军先生 那我们要知道 我看到Kim Huy 原来是TOP3 on the world的电商 那我不用想了 我加入了 我想说什麽呢? 我在短短 在2024年的3月加入 我用了产品 用了3个月 我想说什麽呢? Petcher先生在说 他50岁 我们星期六 有个Dr. Chen说 他55岁 今年我60多岁 行不行? 可以吗? 刘先生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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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 我认得你们 我上星期都在 我很记性的 读书 所以问题 我先告诉你 是可以的 产品令到我很有秩序 而且用了我的皮肤 我的头发 我的睡眠质素 我的筋膜 因为我是跳舞老师 我的筋膜很严重 但用了之后 这些症状完全消失 我女儿经常跟我说笑 爹地你年轻 还是我老呢? 我当然是你老 爹地年轻 好像我女儿和他一起 真的很像 但让你上去看 最后我想说 我的目标是什麽呢? 我刚才说 我其实很喜欢去旅行 我每年都在想 我究竟去哪里旅行 但原来 在FREE做得好 是可以免费旅行去的 然后我就努力做 我入了3个月 我Qualify 去非制旅行 另外我已经做到三星 刚才我听到 Vincent说的 四星是可以分全球分红3% 我要在今年做四星总裁 找我实际的两个例 多谢大家